九州国战分享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斌 欢迎大家收看一斌几次的三国沙观众视频 在约之前再调一下冰几音乐 这个默认子已经听够了 听一个鲁丹琪的 这个是鲁丹琪的 这个是鲁丹琪的 时间调大一些 显现摆在这里有三个屋 有三个孙坚、鲁肃、丁峰、陶屁和袁绍 哦果断显一个陶屁和一个鲁肃啊 是吧 啊 扯大吗 不是啊 选择一个鲁肃和一个孙坚比较可行 嗯 孙坚配合一个鲁肃 还可以对有一些互动 还可以进行路牌 那就非常不错 打势必须选 今后的路将军太遭流啊 嗯 选不选都无数位 我还是本期孙坚配合一个鲁肃 也可以进行半型末牌 去选择一个孙坚和鲁肃也可以 这也不用犹豫 嗯 选一个鲁肃 雨季开始 嗯 没有 没有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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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藏在上面有没有卫国 闪 其实我并不怎么推荐什么KOE 毕竟 独血可击 闪 闪 没有卫国吗 没有卫国 只要三好七好也不是卫国 那些不卖 我现在是去了一个桃子 图好啊 我们有两个闪和一个无险 过河拆桥 嫌弃的一些伤害还是稳稳的 还是个二爷 哎呀 二爷 二爷什么人站在这里 敌人基本上就不敢斗 杀 能进能退 乃真正发气 继续搞 搞蜀锅 二爷在这里 防御有余输出不夺 一个距离一般得卡死 你假意满 你一辈子就必须跳出那圈去 男蛮入侵 无懈可击 需要又开始让男蛮 三位官员 竟然没有红 火杀 这你能信 是吧 直接脱管 哎 真实 这脱管应该留个桃子 应该留个桃子 留两闪一个杀 当时可能觉得 反正没有人家打你 留两闪一个杀也可以 别两闪呢 防下吕布 火约也是游戏 自拨的 男蛮入侵 火杀 在这一关中 五号梦中杀人 雷莎 杀 雷莎 小boss 也是 小功小兽 也是非常的 非常激手的一个小决 小决算 麦西林 铁锁 铁锁 天环 四号梦挺猛 一个索西 关羽和一个 一号梦 无中生有 南蛮入侵 没杀 哎呦 当时有空会 我都 都得气着呢 真是 哎呦 杀 闪 看我 三血不卖 我再捅我一刀 你这 你这可以 你这对 你这对吗 是吧 哎呦 这个桃子过 我们继续看这呢 毕竟现在 嘲讽不在我们这里 在赵云和国家小伟 去看形势也可以 嗯 我也和大家说了 7号是我 是我朋友 叫死刘莫良 在优惠动画机上 在解说视频 叫做乱智新号 顺手前仰 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好吧 二三号 跳一个黄远镜 无中生有 这号一号 又开始顺啊 就开始顺顺顺顺 我都觉得他一个顺一下 造好的白怪 关兽比较可以啊 这样就可以断他的剧脸 嗯 果然是80级的 我也是 乐不思蜀 我也是罪了 果然是先 杀 这号游戏不了 为什么都 都刷一号呢 顺手前仰 你又要知道 谁是谁啊 去出这种菜脚流出来啊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 不得说 不得说 没什么 没什么作用 看下我主将 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我玩的时候 我就喜欢把 重要的武将排在副位 现在人 不知道怎么说 不知道怎么 都开始 都喜欢看主位 主将 远交进攻 所以现在我也喜欢 把这些 我怎么好的武将 雷莎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旅顾也非常果断 大了这么年的 斯文杂终于来 出来报仇了 看能不能带走 一个徐蜀 万箭齐发 好吧 一段EOE 带走徐蜀 瞧拍万箭 涛涛的 有没有 涛涛有没有 涛涛 冷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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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锁连环 我还是完全没有 比我担心 关于 关于是指望不上了 急急便乐 以意代劳 哼哼 看看月月能不能爆发 爆发也是有 铁锁连环 哼 无险可击 过功 哼哼 老太太解释的 减软三斤 像雨过这么 游游无谋的皮肤 打起来是非常事成的 无险可击 哼 他不会又没什么 没国家那么烦人 所以先捅一下过 过河拆桥 无险可击 哼哼 哼哼 跳了一个 飞手啊 快点是不是群 就是 就是乌国 闪 我们也是跟人家 捅了一下关于 毕竟现在 杀 谁能打我 我要先捅了一个 再说 我也告诉你了 七号刚才 杀 闪 开着雨 开黑了 我们两个 乐不思蜀 有些无解放 经常 经常在一起 截斗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杀 比为佛 神兴兴亮 火宫 有没有人注意懂呢 果然一个人没有看过 你叫我 付天下人 修叫天下人 付我 五号 梦中杀人 现在守国兵 血量还比较高 杀 雷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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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一个 过河拆桥 拆什么 拆武器 现在这距离 这有没问题 哎呀 国家这伤了 这伤了 有连路 有桃子 有酒 哎呀 过河拆桥 这有桃子 我们太高兴了 是吧 拆一下关于的武器 现在 铁锁连环 这两个没有必要开了 逃了 火宫 哎 你看这鲁公多好啊 鲁公们打工 我们的马前鲁 这把刀是 过河拆桥 我们两个完全不会动 无奈 常山赵子龙眼 赵云又提问 多了一页 觉得是个敌务场 人家又多了一页 交进攻 顺手牵羊 估计铝布 铝布 是 要结束了 我现在没有什么 铁锁连环 杀 一个 一个 一个大师 就完成 可以 不可能 一不一样 那铝布断掉了 现在我们 决斗 我的水都亮镜 哼哼 冰凉寸断 哎呦 是个赏箱 好一个两桥 哎呦 看我的厉害 哼 这是他 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 黄爷 何管 这两五 这两出来 基本上就是 你累了 知己知彼 又可以绝望了 看我的厉害 这种 福尔代 是有些无语了 况且我们还是 全两大师 银魂 银魂 贪图 则无辞 不明 尤为四都不出问题 好吧 关羽非常不给灭的 二爷也是 刚才薄熙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们要选择一个托管 能出来之后 除了前期没有受伤伤害之后 红西一直被人限制 被勒被控被杀 咳咳咳 关羽出来 有一些自暴自弃的部分 如果没有 如果周游和存权没死的话 我们按 这一个群体手段 国断的 国断是非常给力的 他们一个 魏国 魏国 魏国这个 好像 还可以也不算太好 蜀国也是有些 蜀国也是 但是一个太刀流 远鹰配合一个满车 不算太好 我觉得还配合 配个皮的物件也可以 可以 配合一个造圆也可以 算了 蜀国用的那些物件 就是靠杀闪的一个整形 去打平天下 这个 好多一个铝布 这非常好 一个铝布提供一个剧率 直接 直接用杀的话 掉一 杀的话必须让闪掉一笔血 不闪 不闪的话 不闪的话就掉血 闪的话就弃牌 一个非常 比较犀利的一个太刀流 自己游戏 自己游戏 做起来 并没有什么可能 观赏性 再说到 对咒的一个问题 就是 博焰 直接被一个 赵人名叫 胡砍 往死里砍 这个铝布和一个 博焰 一直是我们的一个 宝货神 左右互乎 导入蜀国的一个千万万万的冲击 像蜀国这种物件也是 怎么说呢 也是有些 都有些特别的盲目 盲目的一些伤害 完全没有限制我们 偶尔限制一个距离 我们继续跟着 打过换人头 随过重疗 最后 伤害被残陷之后 我们再撤来收人头 这代观众也非常 非常常见 没想到我们就讨赢了 在这里 这游戏呢 这游戏呢 只要是给大家提一个醒 玩国战的时候 以后 不要 这么没叫胡下 往死里砍 是能按一下 按一下也不可以 你看悟空都说的多 都觉得我说的对了 好的 先大家观看 本视频都离术 有后有好的视频 我还继续为大家更新的 最近的几天有些感冒了 其实有些变了 所以视频的更新有些拖后 希望大家能够原谅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